体育场上的抛千球比赛我们看得多了 但是你看过抛牛粪饼比赛吗 美国威斯康辛州一年一度的抛牛粪饼大赛 星期六隆重登场 一大车大大小小的牛粪饼正等待着参赛者 把他们一个个抛到高空 有些人很惊喜 但有些人会很严重 有些人会穿上去 有些人会穿上去 有些人会把手指挤上去 把手指挤上去 没错 就像彭斯说的 虽然粪便让人恶心害怕 但是参赛者可是相当认真看待比赛的 想要丢得高丢得远 事前热身运动自然是少不了的 我走过地球 我们来到这里一较早 我走过地球 我做了很多肩膀的扭转 我试试捡起来 回到老小小小时的运动 打球 参赛者必须选用 至少15米宽的牛粪饼 就像抛千球一样 对着远方奋力一抛 而且还要避免牛粪饼在飞跃的过程中裂开 才算成功 有人就曾经把牛粪饼抛到76米之外 这项最远记录 至今无人可超越 其实这些牛粪饼并不是普通的粪便 活动负责人说 只有完全吃牧草的牛 才会排出高密度的粪便 随后还需要经过一个月的日光浴 工作人员必须定时翻面 才能制作出扎实的牛粪饼 其实能不能在比赛中脱颖而出 还是其次 最重要的是 人们可以抛下平日的城市生活和工作压力 回归大自然 享受抛牛粪饼所带来的乐趣 身心放松之余 还可以开怀大笑 何乐而不为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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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